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開始上 那個... 《浪漫主義》 我第一個 第一堂課會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浪漫主義的 一些 政治跟歷史背景 然後 還有介紹 這個時代 文學作品的一些 特色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兩個小時 我們會上William Blake的詩 我們講浪漫時代 浪漫時代 它的三個 我們講Catalyst 就是觸媒 發生的... 浪漫時代 浪漫主義 三個發生的觸媒 或是它的 生存條件在哪裡 我們講浪漫時代 最主要 聯想到的就是它是一個革命跟反動的時代 那最主要講 我們講到革命 Revolution 其實浪漫時代 浪漫這個字 常跟狂飆 常跟那個 Rebels 或是Rebellions 合在一起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 它那個產生的 就是產生這個運動的搖籃 是由三個革命 所組成的 那這三個革命 就是American Revolution French Revolution 還有一個是Industrial Revolution 那美國革命 就是美國獨立運動 這是美國獨立運動 你們大概 美國文學 可能這個學期 應該也會上到 美國獨立運動 它當然是 就是脫離英國獨立嘛 不過這個美國獨立運動 是一個 象徵意義 大概十之意義 因為它在大西洋的彼岸 那個還蠻遙遠的 不過他們強調獨立的精神 就是受到 當時候的 在英國的一些Liberals 就是自由派分子 那這些自由派分子 直接影響了一些自由派分子 在當時英國的自由派分子 強調獨立的精神 那這些自由派分子 也包括了 當時的一些詩人 比如說Warsworth 或是Colridge 甚至Blake 那比較重大的影響 就是 The French Revolution 因為就是隔著 English Channel 就是法國 那法國的大革命 影響非常非常的深 不只是對 英國而已 對England 甚至對整個歐洲 影響非常大 這個不需要記 知識的部分 那個課本都有 法國大革命很重要的原因 是說 它是 它把當時的 整個君主 那個Monarchy 給推翻掉 整個歐洲長期以來都是 君主專政嘛 然後 法國大革命 把整個軍主 專政這個體制 推翻掉 然後 成立 法國第一共和 The French First Republic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的英國 就很期待說 英國也可以成立一個 public republic 不過當然是沒有實現 因為法國大革命 它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我們現在講的 自由平衡博愛 Equality Freedom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自由平衡博愛 就是那時候的口號 那時候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人權宣言 The Rights of Man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那時候人權宣言的成立 就影響到 那時候英國的 政治上的自由分子 影響非常深 所以他們 也鼓勵 英國 希望英國可以 有這樣的革命 那這個 The Rights of Man 不只是 man而已 事實上影響到woman 所以那時候的人權 就是人權 這個人權 雖然在英文 英文是man 他統稱為是 包括man跟woman 可是那時候 有各式各樣的 爭取主權的運動 或宣言就是產生 一個很重要的 在女權運動史上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位人物 或是這本書 就是 Wolson Stonecraft 寫的這個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這個 這本書 在女權運動史上 非常重要 所以 這本書的產生 也是因為那時候 法國大革命 強調整權這一部分 那時候 也開始 主張說 要廢掉那個 slave trade 就是 奴隸 所以那時候 整個的氛圍就是 求變 希望可以改變 以及從政治上的改變 影響到其他方面的改變 可是法國大革命 那時候 那時候的一些 liber 對他有非常深的期待 尤其他們攻破 那個 巴斯底監獄 然後把那個 君主 專政 這個 這給廢除掉 對那時候的英國 甚至整個歐洲 很大的影響 對他有很大的期待 可是法國大革命的發展 並不那麼的令人 就是跟當初的預期有差很多 因為那個 法國大革命 緊接這個 第一共和成立之後 然後 他們把那個 路易十六 送上斷頭台 甚至他的太太 那個 那個 送上斷頭台 然後緊接下來 就是 在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在1793到 1793到 94 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 The Rain of Terror 我們講恐怖統治 而且那時候的 那個 Jacobin Club Jacobin就是 他們的極端 革命分子 開始要清除異己 所以把 那時候的 很多的 那個 跟他們對立的 保守分子 給殺掉了 就 維持長達一年的 那個 The Rain of Terror 那時候的 那個 在英國 在英吉利海峽 另外一邊 英國的這些 Liberals 就開始對 法國大革命 很失望 就是 他 完全不知道 預期說 他會發展成這樣子 本來說 推翻軍主專政 他們非常期待 可是到後來 竟然發展成說 濫殺無辜 甚至把 就 剷除異己 把那些 跟他們 立場不同的 全部都送上 斷頭台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 其實像一開始 Wars 甚至 Coleridge 他們都寫詩來 讚揚 那個 法國大革命 可是 到後來發展成這樣 他們開始 對法國大革命 很失望 然後 然後 接著下來 The reign of terror 之後 就是 拿破雷 進來成立了一個 Empire French Empire 他就是第一個 French Empire 的 Empire 然後 野性非常大 他想要統一歐洲 甚至 打到俄國去了 所以 不過到後來 但是 拿破雷奧是在 瓦斯盧 被 英國 打敗 結束 拿破雷奧的 那個 君主 另外一個 君主專政 可是這個 法國大革命就是 對這些詩人 影響很深 從 開始期待 然後到 興奮 然後到 開始對他 失望 這個我們 在詩裡面 會讀到這些 所以 法國大革命它政治上的革命 事實上是造成 詩的革命 我們想這個時代 如果有一個 New style in poetry 事實上就是 那個時候的氛圍 鼓勵那樣的改變 不只是在政治上的改變 甚至在文學上的改變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Revolution 就是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業革命 那工業革命很早就開始了 18世紀中期的時候就開始了 不過 到後期開始發展成高峰 那一直延續到19世紀 整個19世紀 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時候 也是工業革命的 那個發展時期 那這個時候就產生很重要的變化 那這個時候產生就是說 那個開始有了城市跟鄉間的分野 就是country versus city 那也有開始的poor versus the rich 或是labor versus capital 這樣一個 就這個國家 英格蘭這個國家 似乎就變成兩個國家 這個你在第四頁 課本上的第四頁 第四頁的 我們快讀一下 他說 the two nations the two classes of capital and labor the rich and the poor 所以這個時候 整個英國landscape 慢慢變化 本來是 那個 很大片的一片 那個荒原 然後 資本家開始收購這些荒地 然後不管是拿來蓋工廠 或是出租給那個無產階級 那這個時候資本就開始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那大數人是貧窮的 這個反應在詩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Blake 尤其他在寫 例如說London這首詩 或是The Chimney Sweeper 這兩首詩 在The Songs of Innocence 和The Songs of Experience 這兩首詩都在反映那時候的工業革命 底下 那些社會底層 那些無產階級 過得那樣的辛苦的生活 那這也反映到其他的詩人就開始 你在讀浪漫時期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他們 我不說全部 這些主要的詩人他們開始對於城市生活 就是city life 有一種厭惡的感覺 他們覺得這個就是 整個城市就是一個 Sorry 城市就是一個罪惡的元首 The Credible of Evils 那大自然可以洗滌人心 那個進化人心 所以就造成這樣的分野 就是country versus city 那這些詩人當然是站在那個無產階級 站在那個窮人這一邊 所以 尤其你如果看到Warsworth的詩 他寫了很多 那個社會底層的人物 所以這三個 這個浪漫時期 整個大的框架底下 所產生的這個浪漫主義運動 就有這三個革命所組成的 那我們講浪漫時期 因為我們這上禮拜講過 沒有辦法把很多作品 在這個課堂上討論很多作品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集中在這六個主要的詩人 那這六個主要的詩人 主要詩人分 first generation跟second generation 那主要的分野大概是從法國大革命 你看如果看second generation這些詩人 他們開始寫作詩的時候 法國大革命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們並沒有見證到法國大革命 雖然他們有受到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的影響 可是他們並沒有直接的 法國大革命對他們並沒有直接的衝擊 所以他們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 尤其對於Napoleon的態度 跟Blake 或是Warsworth and Courage的態度不一樣 就像Byron跟Shirley他們就很崇拜Napoleon 雖然他是一個小兄 一個野心家 可是他們覺得很崇拜他 可是Warsworth跟Courage就是 不是這麼樣子的 這也造成說事實上 我們雖然這邊講浪漫詩人 好像把他們放在romantic 這個一個大框架底下 可是他們同質性不是那麼高 那他們同質性 除了反映在他們對於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種態度上 那 就像你們這邊看到的 事實上他 有分個不同師派 比如說像Warsworth跟Courage 他們就被歸類為The Lake School 這個Lake指的是 比較specific指的是The Lake District 在英格蘭的湖區 在英格蘭的湖區 Lake當然也另外一個 比較更大的一個 一個含義就是Nature 他們在詩裡面 常常表現出對自然的 那個熱愛 那 那 其實在 其實在The First Generation裡面 同質性也不是那麼高 就像Blake 他是一個Londoner 可是Warsworth 他是這個Londoner 不是 他是一個比較 工人階級的Londoner 那Warsworth跟Courage 他們屬於Gentry 就是Gentlemen 他們是士生階級 還沒到貴族的地步 可是他們是士生階級 那 譬如說 The Second Generation 裡面 像Biron跟Share 他們是貴族 可是Kids 就是很貧窮的一個 一個平民 那譬如說 Biron跟Share 他們又稱為The Satanic School 因為在他們的室裡面 常反映出 那個 那種 很強烈的 Rebellious Spirit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崇拜Napoleon 我用Satan 因為Satan去反抗上帝 那Kids 又不一樣 Kids又被稱為The Cogni School Cogni這個字 是上次英國的Walking Class 那時候的文學評論家 覺得Kids的潛持用字 跟工人階級一樣 所以他把它稱為Cogni School 所以他們的同質性並不是很高 不過可是 他們也有Share一些文學上的一些特色 那這個時期我剛剛提到說有一個New Style 政治上的革命造成文學上的一些革命 New Style 如果你們上一期上到新古典主義 十八世紀 十七世紀 後期的十八世紀 中期 這個新古典主義 你可能會發現 尤其你再來念 讀這個浪漫時期的詩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們的詩封很不一樣 尤其表現在 跟比如說在我們講Politic Diction 就是詩的潛持用字這方面 很不一樣 其實尤其唸到Warsworth的詩 跟十八世紀 那時候的詩 或是十七世紀末 十八世紀 所以十七世紀的詩是很不一樣的 那這個時期有三篇很重要的 我們講文學批評 文學評論的文章 第一篇就是Warsworth的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Lyrical Ballads 事實上是Warsworth跟Courage合作的 他們一起寫詩 然後出版Lyrical Ballads 可是Warsworth它在前面 在Lyrical Ballads前面加了一篇preface 用來闡述他對於詩的一些看法 這個我們到Warsworth的時候會看到 那另外一篇是Courage的Biography Literaria 這邊很長 這不像是一本書 非常長 他在裡面事實上他有提到 對他並不是那麼贊成Warsworth 在preface裡面的觀點 所以這裡反映說 其實他們也不是那麼的同質 我們會讀到一點點 那Courage在這篇裡面的 他對詩或是文學的看法 另外一個就是Shelley 她是2nd generation裡面 她這個Defense of Poetry 是一篇文章 不是很長 那他也提出他對詩的一篇看法 那這如果要定義一個這個時期的Politic style 你可以從這三篇詩論裡面去看出一些端倪 這三篇我們到時候都會看到 奇怪 那我現在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期的 我們剛剛講說雖然他們不是那麼的同質 就是這兩個Generation的詩人不是那麼的同質 可是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而且譬如說在第一個 反映到第一個上面 他們對詩人還有詩的看法 這個時期他們對詩的看法 尤其他們覺得詩 這個時期很強調情感的表現 尤其Walsworth 他在他的preface裡面 他都提到詩是來自於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the powerful feeling 這個時期非常強調的是情感 他覺得詩是來自於詩人內在 不是於外在 雖然他們很強調 譬如說自然或natural scenes 或natural objects 可是這個natural objects或natural scenes 有它的意義 事實上是我們是詩人 把內心的情感投射到這些自然景觀上面 而不是自然景觀本身就有意義 他們強調那個 抒發 個人 詩人內心的情感這一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 你知道你可以看到 就是第八頁 那這一部分也強調 因為強調情感這一部分 造成很強調的書情 那在poetry裡面的dominant subgenre 是lyric poetry 我們講書情詩 因為強調情感這一部分造成很強調書情 在這個時期很多抒情詩 抒情詩如果你對中國文學有了解的話 事實上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很大的傳統 那這個時期除了強調情感這一部分之外 對詩人也有重新的認識 他們覺得詩人是一個prophet 是一個預言家 可以把詩人抬高到有點像上帝的這個程度 他們覺得詩人可以預知未來 也可以看到過去 也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 可以看透事物的本質 然後他們把對於事物的本質的看法寫在詩裡面 所以詩就變成是最重要的知識 像沃斯伯斯就說 Poetry is the first and last of all knowledge 是所有知識 一開始也是最後的結束 那這個時期很代表的像學歷 他在他的Defense of Poetry裡面就提到說 Poies are the mirrors of the gigantic shadows that futility cast upon the present 他就變成詩人 他是一個投影 什麼投影 他可以把未來投射到現在 所以他在賦予詩人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實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個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看他們的詩論的時候 會比較仔細地看 在寫作的當課 或是在寫詩的那個行為是自發性的 而不是說很刻意地去營造一首詩 去做一首詩 這跟時期新古典主義時期不一樣 新古典主義時期是很講求 詩要遵照一些規則 一些作詩的規則 而且有講求很多的metaphors 尤其我們講Poetic Devices 詩的一些metaphors irony paradox這些東西 這當然不是說 浪漫時期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實際世上有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irony 浪漫的詩 只是說他們在寫作的那個當下 他們不刻意地去強調 一定要遵從一些規則來寫詩 這邊像Kiss他就說 If poetry comes not as naturally as the leaves to a tree He had better not come at all 而是詩的產生 如果不像說樹木生長樹葉那麼自然的話 那就乾脆不要寫詩 就是強調一個自發性的寫作行為 而不是刻意地去遵從一些規則寫詩 那這個也造成說他們就對17世紀 17世紀中18世紀 到18世紀中後 就是新古典儀主義時期 那些創作師的方法不滿了 那這個時期呢 因為強調spontaneity這個字 而且強調情感這個字 所以他們就造成說這個時期很強調passion 所以他們就造成說這個時期很強調passion 然後大概在中間的部分 有一個 the intuitive feelings of the heart had to supplement the judgments of the purely logical faculty that had the deep thinking courage wrote is attainable only by a man of deep feelings 所以他這邊強調理性呢 事實上是必須要受到感性的制約 這個跟新古典儀主義時期強調理性智商論是很不一樣的 尤其我們講的 新古典儀主義認為說 人之跟動物有差別 是因為人是理性 可是他這邊反而反其道而行 反而強調情感這一部分 理性反而是必須要受到情感的控制 那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浪漫時期幾乎是跟自然 畫上等號 就是浪漫的詩 就是跟自然的 自然詩畫上等號 那這個 就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這個很大的原因是 反應到詩裡面 這反應到詩裡面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他們對於城市生活的厭惡 尤其這個當然是直接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就是工業革命的影響 那個 工業革命造成資本大量集中在那個 城市 那個城市跟鄉間的分野就越來越大 那也是資本就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其實大部分人是窮的 只有那些資本家是富有的 那這個 你知道一開始有錢喔 就會 產生很多的社會問題 尤其那個貧富越來越大 所以產生很多社會問題 尤其在當時代 還沒有很好的 我們講社會 Social welfare 所以就變成窮人都一直被剝削 所以在這些詩人眼中 那個城市就變成 那個 那個 Cradle of evil and corruption 所以這個 對於城市的煙霧 它根本就反映到 對自然的熱愛 所以它這個時期 書寫了非常多的自然的詩 尤其 城市生活充滿了 許許多多的 sensational events 我們講 那個 那個 很多 那個會刺激你的感官的 的事件 那 對自然而言 他們覺得這個是麻痺你的心靈 其實是無助於你想像力的 想像力的發揮 所以他們 他們是 feel at home in nature not in the city 不過這個時期 他們 我覺得我剛剛提到說 算自然 我們第一點提到說 這個 詩的來源是從 那個 詩人內心本身 而不是一個自然萬物 所以他們寫很多 其實他們寫很多 關於自然的詩 可是這些自然萬物有意義 是因為 詩人將他們情感投射到 那個 這些物 自然物上面 而不是說這些 那個natural objects 本身就有 意義 這個時期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講 new style in poetry 那 what's new in the romantic period 接下來這很重要 就是 to glorify the ordinary 我們講日常生活 或日常的事物 新古典主義的詩 要成為詩的題材 可能必須要一些崇高的事情 才可以當作詩的題材 可是在浪漫時期 就不一樣 他們 尤其是Warsworth這個詩人 他非常喜歡寫日常生活的事物 而且不只是ordinary 甚至humble 或是trivial 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們一般覺得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們也可以入詩 像 Warsworth他都會寫 寫一首詩給daisys 路邊看到一些daisys 他就寫首詩給daisys 就是 我們一般生活裡面很容易忽略的事情 可是浪漫詩人卻非常喜歡書寫這樣的題材 那他們在書寫這樣的題材的時候 用的方法 就是我這邊提到 Defamiliarize the familiar 把熟悉的事物 把熟悉的事物加以去熟悉化 那 本來很平 你再熟悉不過的事情 你一旦透過詩的手法 去書寫出來 你反而變得不熟悉 就造成新鮮感 還有 甚至驚奇的感覺 a sense of wonder 所以在他們去 去書寫自然 或日常生活景物的時候 他們追逐的結果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sense of strangeness 或sense of wonder 他們在追求這個sense of strangeness strangeness 或sense of wonder的結果 造成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他們開始去追求 在書寫一些supernatural的東西 或甚至遙遠 異地 具有那個 exactiveness的這些東西 或甚至他們開始探索 心理的一些 比較negative 或是比較極端的一些心理活動 所以這個 就有三個 在浪漫時期 蠻出現的 蠻頻繁出現的題材 第一個是supernatural 去描述一些超自然的現象 反正在courage身上 courage他很喜歡描述一些 我們講神秘力量 不管是現在的科學 或是當時候的科學 沒有辦法去解釋的神秘力量 甚至去描述demons 這個時期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文類 就是在小說裡面 我們講gothic novels 影長哥德士的小說 這個是你們余君偉老師的專長 那個 哥德士的小說 那哥德士 你如果沒看過小說 也看過一些電影 像那個 Van Helsing 就是那個 哥德士的電影 那個 就 裡面一定有 有那種ruing castles 然後有vampires 那有dark forest 等等的這些 你這場生活看不見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期 滿喜歡呈現這一類的題材 因為是他們追求 strangeness 或wonder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 你要達到strangeness 跟wonder的目的 就是開始 從以前去發掘題材 就是medieval romances 這個romance 這個字也是 romantic這個字也是從romance 這個字 延伸出來的 那romance這個字 我們講傳奇故事 這在西方 其實在我們 那個中文文學史上 也有傳奇故事 這個傳奇故事很大的特色就是 就是 會有一些 蠻奇怪的 就是strange adventures into distant past 或是exotic places 這個就反映在 這個就反映在 像 Byron Byron的 Dong Huang 或是 Child Harald 這兩首非常長的詩 都是描述 這個主人都到 異地去旅行 發生的 一些 各式各樣奇怪的事情 像 Child Harald 他那時候出版的時候 那個 出版之後 受到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 在英格蘭受到很大的注目 就是 賣得非常好 Byron 甚至 他自己說 他完全沒有想到說 我一覺 我那個 一覺醒來 我竟然變成了暢銷作家 那就是滿足 當時候對於那個 exaltingness 就一般大眾對 exaltingness的胃口 那 這時期還有一個 就是詩的題材 還有一個滿重要的 主題 就是 psychological extremes 而且這個是 試圖要去探索 我們的內心的一些 優微啊 神秘的活動 那這個 這個 在 你可以看到這是很多的 有不少的詩 是在 譬如說 menicholy 或是dejection 或是horror 或pain 這些我們統稱為 negative emotions的事情 最後一個特色 就是 他們 這些拉曼詩人 或是拉曼詩裡面 比較 頻繁出現的一個主題 就是 很強調個人主義 為什麼強調個人主義 強調個人主義 強調個人主義的同時 就是說 你是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 你在 他們的詩中 你常常見到的是 speaker 就是一個人 然後獨自的在 不管在大自然 或是在異地 獨自一個遊蕩 然後去 就顯他遊蕩的過程 所以 你會發現說 這些詩人常常是一個loaner 其實 預言家常常是一個loaner 這也是符合他們的 the poet as a prophet 你說 對那個 古希臘 那時候的 作品 比如你要建議西洋文書 概論的 那個念過的一些作品 那些prophets 通常都是孤獨的 因為沒有人相信他們 所以這個時候的題材會發現說 浪漫時期的詩 裡面常常呈現出一個solitude 或寂寞 孤獨 應該講孤獨 這時候就有 那個 所謂孤獨的美學 這詩人常常是一個 呈現一個孤獨的狀態 那 這孤獨狀態倒是說 第一個他們對 社會的 社會 equally 或是Social Customs,或是Social Regulations 他們試圖要掙脫這些枷鎖 因為對他們而言 這些Social Laws,或Social Regulations 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們就在常委 發現私人是一個Loner 然後去追求一個Impossible Ideal 另外一個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他們對城市的厭惡 尤其工藝革命所帶來的成就 工藝革命所帶來的文明 他們覺得格格不入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私人是一個Loner 他在那個大自然的現象裡面 去Enjoy himself or herself 這個時期的我們講Individualism 我們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相對於個人主義就是 我們講和群 那為什麼會有個人主義 就是因為強調個人主義 不是說他不和群 一些個人主義的人就覺得說 其他人 不了解我 或是我的價值觀是不容於其他人 不是說他常會強調 他如果要堅持他自己的理想的話 他就只能那個孤獨的 在他追逐理想的路上 就只能孤獨去追求這些 他所堅持的理想 這些是 以上這些講的就是 浪漫時期他們會 雖然他們異直 這些浪漫詩人並不是很通直 可是他們在詩裡面經常出現 以上所講的一些特色 這個當然是一個概括的 一個overview 我們在實際在念他們的詩的時候 就把這些 記在心裡面 實際在念他們的詩的時候 我們會更深刻的提認 這個就是一個context給你們參考 就是我們在講 對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 雖然文學作品沒有標準答案 那也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也不是代表說 everything goes 我們常必須要放在一個context底下 來看這些詩 放在context下看這些詩的時候 這context當然可以是historical context 甚至political context 甚至intellectual context 各式各樣的context 把一些作品放在不同的context底下 可以產生不同的意義 甚至你如果你要把它放在 那個biographical context 就是作家個人傳記 那個context底下 來看也可以 這些事實上的課本都有 我是幫你整理一下 這屬於知識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看William Blake這個詩人 這個詩人 你可以看他是 其實他出生的時候 應該是還算在辛苦典型主義時期 不過他開始寫詩的時候 就已經是浪漫時期的開端了 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painter 他常常把他的詩 他叫engraver engraving 我們講engraving中文叫什麼 板畫嗎 之類的 不是有個板子嗎 他在板子上面先刻好 然後再用紙去印這樣子 這個是他Sons of Innocence 裡面的infant joy 我們課本裡面 只有出現少數的幾幅畫 可是這個畫 因為他是彩色的 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出版的時候 是有 我們講插圖 illustrations 有一些人認為說 看他的Sons of Innocence 或Sons of Experience 必須要跟畫一起看 那個詩跟畫 他們有所謂的 refer to each other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很多畫 所以沒辦法做這樣子 不過我們單純的來看他的詩也可以 不一定說一定要 詩跟畫這樣互相參照 那我先介紹一下 Sons of Innocence 跟Sons of Experience 介紹一下 Blake這個詩人 可能是 one of the most philosophical poets 他非常的philosophical 他的詩啊 雖然 譬如說你看Sons of Innocence 或是Experience 或許會覺得好像那文字不是很難嗎 可是 事實上 在他 淺白的文字 表面底下 隱藏的 蠻深厚的 那個 思想 那 其實Innocence 跟Experience 這兩個Sons 是要合起來一起看 這就造成他的 他的詩裡面 這兩個詩集 它是一個 Dualistic view of the world 那 他的Dualism 或是Dualistic philosophy 可以 從他的另外一首詩 我們沒有辦法 看到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在這首詩裡面 提到的 其實很簡單的一句話 是在112頁 這首詩叫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這是 實際上是Wars was 很著名的一首詩 那這個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裡面有提到 一句話 這句話 這是 事實上很忠實地反映到他的 Wars was the sorry Blake the Dualism 在112頁一開始 這句話 他說 Without countries is no progression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reason and energy love and hate are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這句話 意思是說 那個Wars Sorry Blake 他是強調 二元論的 二元不是互相排斥的 就是說好跟壞 是跟非 事實上是共同產生的 就是我們人類存在的狀況就是 這兩種情況都有 你缺一不可 你不能 就是innocence 比較好 或是good 比較好 或是beautiful 比較好 我們就刻意去排斥 the ugly evil 這些我們一般 覺得 在道德上是不好的事情 或是刻意去排除的事情 那 Blake 他覺得說 這個都是我們人類存在的狀況 你缺一不可 所以 你在這句話裡面 甚至可以加入innocence 跟experience are both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所以在他的 他那個Sons of Innocence Sons of Experience 的詩裡面 也會呈現出這樣的狀況 其實他在談innocence 你也可以察覺到他背後那個experience的存在 或是在談到他experience的時候 你可以察覺到他的innocence 那一部分的存在 所以這不是互相排斥的 從innocence experience 甚至good and evil beauty and ugliness 或是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they actually generate each other 那 他的innocence experience 你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意義 innocence是叫joy freedom tenderness careness nature the country etcetera etcetera 然後experience 你可以叫suffering restraint 你相對restraint 是相對freedom cruity 相對tenderness carefulness 相對carelessness 我覺得careness careless 跟careful careless 意思是free from anxiety 不是我們現在講的是那個 很初心大意的意思 它是free from anxiety 那nature相對於culture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相對於the city 這個是缺一不可 在 blake 他這兩個sons of illness 跟experience 裡面 事實上這兩個觀念 就是相對的觀念 要能夠 它的意義能夠彼此彰顯出來 事實上就只有在相對的狀況底下 你想說 譬如說我們生跟死好了 如果沒有死亡的話 生命有什麼意義 你就不會去珍惜生命了嗎 是不是 所以聖跟死亡是相對的 所以聖跟死亡是相對的 那這個事實上很符合 我不是說他們是equivalent 可是他們就跟我們那個道家的思想 是很類似的 他們不是equivalent 我不去強調 因為 為什麼不是equivalent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blake 他裡面有 蠻深的那種Christianality 因為blake 某種話是屬於宗教詩人 可是在道家裡面 他是不講宗教的 不過他們對 譬如大家講的因跟陽 這個balance 是跟 那個blake 他在講這個dualism 是很相像的 如果對中國道家的 那個思想有點了解的話 覺得 整個世界運作方式 這universe就是一個 一個圓 這個圓裡面有包括陰跟陽 陰跟陽也是一樣 隱身的意義就是好跟壞 或是美跟醜 等等其他隱身的意義 可是這兩個都有 你不能 他沒有辦法排除任何一方 那甚至 甚至 不只是 這兩個都有 甚至說你在 在陽的部分都還有一個陰 那個陰 就代表 那個陰是有在陽裡面 那陽也有在陰裡面 這我們講 是中國大陸在講禍福相依 禍跟福啊 你雖然在你身上發生一件不好的事情 可是你不要氣餒 說明這是一個什麼 Disguise in blessings Blessing is Disguise Sorry Blessing is Disguise 所以你有不要despair 當你不好的事情發生在 譬如說當你英國人學被當的時候 你有不要despair 說明你下一個會碰到更好的老師 那你發生很好的事情的時候 也不要太過於 那個 我們常常講 那叫什麼 會樂極會生悲 發生好的事情也不要過於欣喜 因為這有可能說 那個 不好的事情都隱藏在某些事裡面 你是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 這個觀念是跟 就是 Black dualism 跟道家的是很像的 譬如說像道家 在老子的《道德記》裡面的第二章 他就這樣講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師而以 善之為善 皆知善之為善 師不善以 所以有無相生難易 相成長短小小 他就是兩個相對的觀念 他是contraries 只是contraries 可是這些opposites 或contraries do not exclude each other they actually generate each other 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context 在讀那個 Black的 這種intellectual context 我們等一下開始進入 來談他的詩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 呃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 呃 我們直接進入 Sons of Innocence 跟Sons of Experience 跟Sons of Experience 呃 先大概介紹一下 這兩個詩集啊 呃 它有一個major symbols 呃 如果你有看了這些詩的話 你會發現說 欸 它裡面常常出現的 The Child 或是它裡面上有一首詩叫 The Lamb 呃 但The Lamb我今天可能不會講到 呃 不過 Child 或是Lamb 它都是代表的是 State of Innocence 那 Father 或是Tiger 它在Experience裡面有一首詩叫 The Tiger 呃 呃 呃 先來看這兩個 Sons 呃 他們的Introductory Poems 呃 呃 這首詩啊 不是很難啊 呃 表面上不是很難啊 呃 那當作是 Introductory Poem Of The Songs of Innocence 呃 你可以發覺說 它這首詩裡面 有什麼人物 有個Piper 呃 然後有個Child 呃 那這Child叫這個Piper 做什麼事情啊 這個 這個 The Child叫這個Piper 做了三件事情 那第一個是 他叫這個Piper 呃 Pie a song About a lamp 然後他就叫那個Piper Sing thy songs of happy cheer 這在第三 The third stanza 那最後 他叫這個Piper 呃 Ride your happy songs 呃 所以這個 這個小孩子在這邊代表的是一個 什麼樣的意義啊 呃 它可以象徵意義 就是這個小孩子象徵了什麼 他當然是象徵innocence 呃 可是他叫這個Piper 呃 做這三件事情 呃 所以在這邊 然後他叫這個Piper 做這三件事情 他就 disappear 啊 He vanished from my sight 啊 那從這個 呃 角度來看 這個 Child 它代表的是 呃 呃 The spirit of unrestrained imagination 啊 啊 一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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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不受束縛的想像力 啊 他就等於給這個Piper 啊 這個Piper在這邊 他 既然是當作 innocence 的第一首詩 就表示這個Piper實際上就是一個詩人啊 啊 然後看到最後就 就 就 呃 遵照這個Child的指示嘛 然後寫 把那個 You were happy 呃 to write my happy songs 啊 在Introductory poem 那接下來就是 在Introductory poem的結尾 他就遵照這個Child的指示 寫了happy songs 那 做Introductory poem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的詩字表示說這個 這是 呃 呃 接下來的 The Lamp啊 或是Infant Joy 這些在Sons of Innocence的詩 就代表是這個Piper 遵照這個Child的指示 寫的詩啊 所以這Child在這個層面上就代表是一個 The Spirit of Unrestrained Imagination 當然這是詩人自己想像的啦 還是不管怎樣 就是這個Child 除了代表innocence之外 還代表是一個 Free Imagination 那這首詩啊 你可以看到是幾乎是 充滿的 完全沒有 呃 就是充滿的 如果 我 比起來講 我說當我講innocence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含義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Joy啊 Unrestrained Freedom Nature 這些都拋完在一起啦 所以當我講innocence的時候 不是只有innocence這個字 還有它其他的含義 就我們剛 我剛提到的這些含義啊 你就必須要把這些 或是carelessness 這些就是 就是bare in mind 當我們在看這些 當我提到innocence的時候 所以這首詩 你可以看它是 prevalently happy or prevalently joyful 可是我剛剛也提到說 當 其實在這個innocence跟 experience的觀念是 在blank是裡面是缺一不可嘛 它是共同存在在人類的生存經驗底下 所以其實這首詩啊 你看它說 欸 是predominantly happy or predominantly joyful 那你有沒有看出 這首詩事實際上有隱藏的一些 呃 似乎blank想要把 想要表達有一些 elements of experience 在裡面 看出來嗎 嗯 你看這些意象 那這 the wild valley 是第一個 第一行的 piping down the valley's wild 就是piping down the wild valleys 那第三行的cloud 然後第二個standard the lamp 甚至在倒數第二個standard I plucked a hollow weed 然後第二個standard the clear water I stand the water clear so I stand the so I stand the clear water 那這些意象都是跟自然有關 那也都代表他們是innocence 他們是harmlessness 可是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dualism 那這首詩裡面 是不是blank有隱藏的一些 elements of experience裡面 在裡面 那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can never be free from the state of innocence 有沒有 你沒有看著裡面有什麼意象 你覺得說 跟那個innocence 或是state of innocence 有一點點衝突的地方 有沒有 我用紅字點出來的 注意看這個字 你看這個意象 好 so I made the rural pain and I stand the clear water stand 熱字意思是什麼 what's meant by stand to stand is to to do what stand是什麼 to stand is to pollute to make dirty 然後注意到他的意象 I stand the clear water 好 所以這邊隱藏的意思啊 是吧 就是說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注意我當我提到experience這個字的時候 也是我剛講的 experience有包含的 suffering pain carefulness restraint etc 所以他這邊就是說 他當然用這個意象 stain the clear water to make the water clear water dirty 他這邊就隱含了 blake seems to imply that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can never be absent from the state of innocence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we will enter or even the infants will enter the state of experience yeah 當小孩子長大的時候 他一定會進入到 我們講 所謂的現實生活 或是adult world adult world adult adult world 就表示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所以他在這邊用stain the clear water 用這個stain這個字啊 因為stain是 to make dirty to pollute 然後他就是暗示說這個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是沒有辦法 即使是在state of experience state of innocence 裡面 也沒有辦法完全把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排除啊 因為遲早我們 我們小孩子嘛 都要進入到 the state of experience 所以這個pollute sorry stain這個字啊 隱含這個意思在裡面 所以這首詩啊 其實不是很困難啊 不過你要注意到這一點 第一 必須要注意的是 比如這個child 在這邊代表就是 the spirit of free imagination 或是unhampered imagination 因為他指示這個piper 去做三件事情嘛 那做一件事情就是叫這個piper 把他的happy song寫下來 那當作是intraductory poem 就表示接下來是 就是這個 這個child 它是symbol of innocence symbol of unrestrained imagination 只是這個piper寫下來的 那這首詩裡面 他的tone 是predominantly happy or predominantly joyful 可是你要注意到說 在這個背後 它有隱藏一個含義 就是Blake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說 即使在這個state of innocence底下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the elements of experience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absent 那我剛講的那種 就是joyful tone 或是joyful images 從這種詩裡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the wild valleys a cloud a lamp a hollow weed clear water 這些都是 都跟自然的景象有關係嘛 也跟innocence連在一起嘛 這個詩不是很難啦 可是 旁邊這個experience的詩就難一點 這也 你在看這些詩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說 為什麼在 它有counterparts innocence裡面有的 常常是experience裡面也有 可是現在發現說experience裡面的詩 似乎都比較堅舌一點點 似乎這也是暗示說 experience就是比較sobsticated嘛 跟innocence的狀態也是不一樣嘛 那麼看一下experience這首詩啊 嗯 誰幫我唸一下 有沒有學號的啊 今天幾號 3月1號的啊 那個31號 有來嗎 來 那唸一下 這個introductory poem 嗯 嗯 Anyway 這首詩 可以上來講就比較難啦 你可以發覺 從 跟剛那首詩比起來 這首詩有很多 不只是繁複的意象 裡面也是想說 到底要表達什麼 那 這首詩 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一個 Stanza Hear the voice of the bar Who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sees whose ears have heard the holy word they walked upon the ancient trees 好 剛剛的speaker是一個piper 那這個是一個bar the bar bar is a poet 剛剛那個piper是一個poet 只要他這邊用bar 可是這個bar 做什麼事情 他說hear the voice 這個bar是叫人們要聽我的聲音 hear the voice of the bar who sees the presen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這個是頭兩行詩啊 就是代表 我們剛剛講的 the poet as a prophet 那個詩人是一個預言者 他可以看到過去 他可以看到未來 可以看到過去 這個 這頭兩行詩就是 就在 就表明 符合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poet as a prophet 的角色 他說我這個bar 我是可以看到怎樣 可以看到過去 看到現在 甚至看到未來 那這邊代表這個bar the bud 他的imagination is not bound by time is timeless his imagination is timeless that's why he can see the future sorry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他幾乎就是上帝的地位 因為只有上帝才是 omniscient 全知全能 他可以看到 過去也可以看到現在 可以看到未來 so the hear the voice of the bar who sees the the presen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whose ears have heard the holy word that walked upon the ancient trees whose ears 是指whose 但是現在說是the bar 這個bar 他不是可以看到 他甚至可以聽到 聽到什麼 the holy word they walked upon the ancient trees the holy word 指的是什麼 他這邊有一個註解嗎 這個典故 是一個biblical allusion 指的是 他是genesis 就是 聖經 創世紀裡面 他提到說 and Adam and Eve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God Walking in the garden in the cool of the day so the holy word 實際上是指 the word of the Lord God 那這個Lord 這個Lord你要注意到嗎 旧約聖經的Lord是誰啊 不是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一直到 the new testament 才出現 the old testament the lord the old testament the god 是誰啊 蛤 誰啊 你們沒有 你們像我學的 你們沒有上過聖經嗎 蛤 對啊 是耶和華 然後 可是這個 耶和華是怎麼樣一個God 他跟Jesus Christ的差別 耶和華是一個什麼樣的神啊 他是很慈悲呢 還是很殘忍 很殘忍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邊的浴室是說什麼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蛤 不只是洪水 洪水發生之前是什麼事情 而且這邊是個the ancient trees 這有什麼含義啊 你看到樹 耶和華樹 想到什麼 這在Genesis 耶和華樹 想到什麼 the tree of knowledge 蛤 Adam and Eve 蛤 你們腦就要像那個電腦檔案一樣 看到這個就要聯想到什麼 the fall of man 那個人類的墮落嘛 the fall of man from heaven to earth 那是受到誰的懲罰啊 耶和華嗎 耶和華是 他是 他是 a cruel king a cruel lord a cruel god who cast Adam and Eve out of the Eden 而且不止這樣喔 那他來punish their their generation their descendants 所以這邊他一開始就是在浴室 這是一個the world of experience 這種cruity the fall of man from heaven to earth 所以第一段一開始 他就藉由一個詩人 這個詩人可以不受時間限制 他的想像也可以不受時間限制 可以看到過去 可以看到未來 甚至看到現在 然後他聽到 他知道 這個the fall of man from heaven to earth 這件事情 他提到這件事就譯示說 這是一個the world of experience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然後第二個 stanza 他說 Calling the love's soul And weeping in the evening dew That might control the starry pool And fallen, fallen light Renewed 好 第一段是不是給我們一個 一個蠻 應該怎麼講 一個depressing的view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人類堕落 不是人類堕落 被處罰 然後被逐出伊甸園 從此失去的 Eternal joy 從此之後必須要受苦 這是 Ehovah curse the children of Adam and Eve 然後不是一個怎麼promising beginning 在第一段 第二段 可是在第二段 這個Calling the love's soul 這個Calling 它的主詞是什麼 事實上是the bard Calling the love's soul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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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指是 Fallen Calling the love's soul Fallen soul 那指是我們 我們human beings the soul of human beings who have been Casted out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earth the weeping in the evening dew 這個weeping 是怎樣的 它是modified 這個the bard the bard 它呼喚這個 Fallen soul 它也 weeping in the evening dew 這個weep 它指的是說 這個bar weeps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fallen soul in the experience so in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這個weeping是說 the bar weeps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fallen soul 所以它同情 這個fallen soul 受到這個 yehovah的懲罰 that my control the starry pole 這個that 這個指句 事實上是modified soul so calling the love soul that might control the starry pole 可是這邊它開始提出說 一個 似乎有一點點希望 它是它相信 這個bud 它有 超越時空的想像力 它有超越時空的vision 它相信說 這個soul 雖然是fallen 可是 might be able to control the starry pole and renew fallen fallen light starry pole 它指的就是 你可以說是遠方的星空 這兩個意象 最後這兩行兩個意象 starry pole and fallen light 就是 就是說 那個遠方的星空 然後一顆星星墜落 這樣子 fallen light 是fallen star 這邊都指的是 the fall of man from heaven to earth 可是它相信什麼 它相信說 這個soul 其實是fallen 可是可以renew fallen light 那為什麼相信 它這邊當然有暗示 它是說 那個 因為這個詩人 他有timeless vision 或是timeless imagination 他看得到 他相信說 the view of life as a circle 生命是一個循環 那這個循環 死亡之後就是重生 所以它相信說 這個fallen soul the soul even though fallen has the ability to renew itself 為什麼 因為他說 the fallen soul so even fallen still has the elements of innocence in itself 所以它相信說 the elements of innocence could help the fallen soul renew itself 這個 第二段講的 在接下來的第三段 第三段 第四段 事實上就是 就更進一步再講 這第二段 他所 這個bard 所相信的 他的believe believe in the the power of the elements of innocence in the fallen soul to return itself back to the state of innocent joy 接下來第三段 他在講 so all earth of earth return arise from out the dewy grass night is warm and the moon rises from the slumberous slumberous mass so all earth of earth 這個earth 指的是 mother earth 或是更進一步講 是nature 所以nature 或是 我們講nature 就跟innocence 合在一起嘛 所以他這邊在對 of earth of earth return of innocence of innocence return so earth 你想要 mother earth 然後 你想要the state of innocence 因為它是跟nature 有關係 so all earth of earth return arise from out of the dewy grass the dewy grass 延續到前面那個 the evening dew 這個意象 那這個 evening dew 你可以指的是跟 experience有關 因為 evening 或 night 是相對於 day 或是 morning 那 night and day night versus day is similar to innocence sorry experience innocence so arise from out the dewy grass arise from out out of the state of experience the night is warm and the moon rises from the slumberous mass 這邊又進一步 成述 他覺得說 life is a circle 這樣的觀念 因為黑夜之後 黑夜過去之後就是白天 死亡之後 死亡過去之後就是 重生 他這邊講說 night is warm so night has passed passed by and the moon the morning will arise from the slumberous mass 這個slumberous 指的是 slumberous 他的意思是sleepy 或是inactive 他這邊指的就是 我們那些殘存的 remain elements of innocence in the fallen world 他說他希望這個 morning 可以 arise from the slumberous mass 他這邊指的是 他就是 師人 這個the bud ask the fallen soul to wake up asleepy inactive elements of innocence 他叫這個 他叫這個 佛人手 要相信 life is a circle 夜晚過去之後就會是白天 那 experience過去之後就會是innocence 所以你要 你要 你要 erge him or her to wake up a sleepy inactive state of innocence thou turn away no more why will thou turn away the starry floor the watery shore is given thee til the break of day so turn away no more just do not give up give up no more so why will you give up now the starry floor the watery shore the starry floor 這邊指的是 這是課本的注釋 指的是 a rigid rational order 那這個 rigid rational order 指的也就是restrain 那order 或reason 就是代表是restrain 必須要 那個節制嘛 是相對於 freedom 就是 liberty 或innocence 所以這starry floor 它代表的是一個order 是一個restrain 是experience 那watery shore 課本指的是一個chaos 這個chaos 就代表的是一個freedom 是innocence 這邊一樣 它的black 這個starry floor 跟watery shore 事實上 就是重複到第三 第三個standard 就是night and morning 所以我們人類的human existence 就一定會有這兩種狀況 so order caos 或experience 或innocence 這個 both are essential both are necessary both are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這個是 is given thee 所以這兩個事情 你只要活著 都已經有這兩種狀況 雖然你現在處的是一個state of experience 可是 那個state of innocence you will return to a state of innocence if you try hard enough to wake up your elements of innocence your remain elements of innocence 所以這兩種狀況 都是given thee 就是說 這兩種狀況 both essential to human existence til the break of day 這個break of day 指的是 the judgment day 我們講the last judgment 呃 我們講審判 審判日啊 審判日發生什麼事情 蛤 做了審判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審判誰會出現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three major symbols the child the father 還有一個誰 Christ the last judgment Christ will return to earth from heaven to judge each person with perfect justice 做的審判的時候 我們就講second coming嘛 基督 會從天 從天堂回到人之間 然後 對每個人進行審判嘛 就善惡 好的 就讓他上天堂 壞的就下地獄這樣子 那這之後 second coming之後 會有個什麼 會有個新的 a new world a new universe will be born after the last judgment 所以他這邊的til the break of day 指的 就是指射到the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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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我們剛剛講 是一個state of higher innocence a new world 在這邊最後一個standard the bud 就跟falling soul上是我們 他只要闡述的是說 the life is a circle 你這個state of innocence instead of experience 都是交互出現的 黑夜之後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falling state 可是不要despair 因為這個狀態之後就是innocence 我們會回到甚至回到更高的innocence 那這個mode 不管是nine或mode 他透過nine跟mode 或starry flow跟watery show 這兩種相對的狀況 來表示說這個 都是人類存在的狀況 可是這是一個cycle 死亡之後就是重生 那個黑夜之後就是黎明 所以他這邊 雖然這首詩 相對於那個introduction 那首詩 introduction那首詩的tone 是prevalently joyful happy 或者是carefully 可是這首詩 你會發現他的tone 是比較沉重 可是沉重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tone 他比較solem 可是這個tone 這solem的時候 他又提出一個 比較promising的view 他覺得說這個之後 只要你堅持 就是你那個try to wake up the remain animals of innocence you will return to the state of innocence to the state of a higher innocence 這個當然是 這是當作是introductory poem 你可以看到說 在Blake的那個觀念裡面 innocence跟experience 是缺一不可 其實在innocence的introductory poem裡面 你可以找到那個animals of experience 可是在那個experience introductory poem裡面 他也給你這個bad 這個詩人 也給你一個希望 就是你即使 即使目前處於一個 falling state 你不要despair 因為黑夜過就是黎明了 只要你去堅持著 try to wake up the elements of innocence in the fallen soul 所以他這個相對觀念事實上 是缺一不可 我還要講 就是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呈現在那個introductory poem裡面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piper跟the bar 這兩個都是詩人 他們都有vision 都有imagination 可以透過這個imagination來告訴我們 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那在innocence裡面 你可以同樣是呈現出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那the past 就是所謂的primal unity 就是說是一個chaos 因為萬物開始就從混沌開始 那對於innocence 它的past當然是primal unity 那present是innocence 你可以從剛剛看到的詩裡面 所以它是prevalently happy prevalently carefree, careless immediate future是experience 所以可以看到那種stain the clear water 那可以看得出來 就用stain這個字 就預示說 immediate future is the state of experience 可是在experience這首詩 這個introductory poem裡面 可以看到innocence已經過去了 因為它裡面有提到 the fall of man from heaven to earth 那現在的狀況是experience 可是其實除了這樣狀況 它給一個promising future 因為未來會有second coming 那會return us to the state of a higher innocence 不知道這兩首詩講了那麼久 我先講裡面有兩首詩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the chimney sweeper 這兩首詩喔 我閱讀這兩首詩前我要看一段這個描述 這個背景就很明確在工業革命的context底下 那trimming sweeper當然是工業革命那時候的產物 這setting是在倫敦的 那你要怎麼去欣賞那個煙囪 煙囪都很窄 你要怎麼去欣賞那些煙囪 煙囪很窄的時候你會怎麼欺 而且煙囪那麼長 怎麼欺 就叫誰去欺 小孩子啊 而且小孩子通常是五歲到十歲這個階段 太大不行了 太大他長太大的時候煙囪進不去啊 不像生他的老公公他可以從那邊爬下來 煙囪進不去啊 所以只能那些童工啊 那哪些童工會做這些事情 Children of poor family or children in orphanage 那些在孤兒院裡面的 窮人家的小孩子嘛 他父母就把沒有錢啊 只能把那個小孩子賣掉啊 去做這個chimney sweepers 或是從orphanage去買 那些sweeping company 從那個orphanage去買這些童工啊 那這邊有一段在描述 就是描述當時候的那個 這個叫做A Sentimental History of Chimney Sweepers in London and Westminster Westminster是這樣在倫敦的一個區 1780年 所以1780年出版的這個 裡面記載了一段 就是chimney sweeper 那時候的walking condition 他說 So we may figure to ourselves the boy called from the back of the suit on which they slept 他們裡面也提到 Black誌裡面也提到 這些童工去掃的時候 就背一個麻布袋 這些麻布袋是要把那些青丸的灰 撞到這個麻布袋 然後背回去 然後晚上他們就睡在這個麻布袋上面 那甚至有更大的麻布袋 就把這個灰倒出來 他當他們棉被這樣子 他睡在那個cellars 那個地下室底下 We may figure ourselves the boy called from the back of the suit on which he slept often times walking a mile or two to his work 要走一里到兩里的路 We seldom behold these nocturnal toils and come back with the literal power of darkness but in the day we frequently see him blast it with chilling cold wait to the skin without shoes so with only the fragments of them wait to the skin 就是這些 那時候工業革命的第一個 the first industrial illness 就叫chimney sweep cancer 在那個時代 這些同工 因為長期處在那個煤灰 尤其在那個煤灰 尤其在那個煤灰 那個有熱氣 尤其那個煤灰 尤其那個煤灰 站在身上 久了之後 他們長期啊 在這個walking condition底下 那個煤灰有熱氣 然後那個煤灰 他們沒有辦法洗澡 回去啊 長期處在這個情況底下 他們就有 cancer 死掉了 甚至長期處在那個煤灰底下 肢體 必須不會受到擠壓嘛 久了之後甚至有些 那個 他們自己都扭曲了 耶 這個感覺很像 阿 while his misery is rendered more pungent by his task master who has no feeling of his sorrows 那个 这些 那个 就经营这些 扫银充公是 剥削这些同工 这个 Black这两首诗 Innocence跟Experience 这两首诗 就是在 讲这样的事情 其实还有其他的诗 你可以看到 Black他事实上是一个 蛮社会关怀的诗人 他透过他的诗 去控诉 或是 他当一方面统计 这些chimney sweepers 一方面去控诉 这些 他们的master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chimney sweeper 这很快 看一下 在Innocence里面 这首诗 我来念一下 So when my mother died I was very young and my father saw me while yet my tongue could scarcely cry 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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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r chimneys I sweep and in suits I sleep 我看不要念 我直接来讲 那个weep 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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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现在是这样子 那时候是 这些小孩子在 沿街上 sweep sweep 我可以扫烟冲 你家有没有扫烟冲 所以这边的意思是 weep weep 但是 他的意思是哭泣 另外一个就是 sweep sweep So your chimneys I sweep and in suits I sleep You are 这个you are 当然指的就是 那个 谁家可以负责起 少云冲的工作 当然是 middle跟upper class 这个you are 指的就是 middle and upper class reader 他在对那些人讲话 And there's little tom darker who cry when his head they curl like lamb's back was shaved So I said hush tom never minded for when your head's bare you know that the suit cannot spoil spoil your white hair 他们就提到 这个speaker 当然不是tom darker 讲这个tom darker 是可能这个speaker 的伙伴 Tom darker who cry when his head they curl like lamb's back 这用lamb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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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了 那我们就提到这个lamb 就是innocence 嘛 So when his head they curl like lamb's back was shaved 他为什么他的 那个hair 要shaved 可能是因为 lice 就是那个头丝 所以必须要把 那个 他的头发 给剃掉 So I said hush tom never minded for when your head's bare you know that the suit cannot spoil your white hair 这么white hair 但并不是说 这个 你不讲 头发不是离那个shave掉 什么还有white hair 那则就是 那被shave之后 留下来一些发根 看起来是白色的这样子 看过光头吧 没看过光头 他shave之后 留下来一点点发根 看起来像白色的啦 所以他觉得说 你只要把 那个头发剃掉 这个素 你在扫音冲的时候 那个素就不会去 煤灰嘛 就不会去 spoil your white hair 然后接下来说一个梦 进入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 那个tom ducker的梦 and he was and so he was quiet and that very night as tom was sleeping he had such a sight that thousands of sweepers dick, joe, natt, and jack were all of them locked up in coffins of black 这个梦 那个tom当晚就做了一个梦 那是梦到 the thousands of sweepers were locked up in coffins of black so coffins of black so coffins of black 你可以 literally 指的是chimneys 因为chimney 它的形状 就是它那个空间 所以像个coffin 那里面有chimney 是black嘛 所以literally 你可以说 它指的是 那个chimneys 可是figuratively 你可以指的是 the lives of these chimney sweepers the miserable life of these chimney sweepers 而且这些chimney sweepers 事实上 他们过的生活 或是他们的 working condition 他们的 living condition 事实上 造成他们 早邀 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它采用 coffins of black coffins 代表死亡 他们被锁在一个 coffins of black and by came an angel an angel came by who had his bright key and he opened the coffins and set them all free then down a green plant leaping laughing they run and wash in the river and shine in the sun 你可以看到 这个梦 它事实上 是一个 transforming power 他梦到这个 transforming power of reality 他把 那个transform reality the power of transforming reality 把现实生活 没有办法实现在 那个梦中实现 这边他讲述的是一个 the transforming power of dream or transforming power of imagination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Tom Ducker的imagination 他的梦 是他的imagination an angel 就来 把那个 coffins打开 然后他们就 set them all free then down a green plant leaping laughing they run and wash in the river and shine in the sun 这边呈现了一幅 有那个 很愉悦的景象 这个 事实上 这个 这个image 你可以 如果可以看到 看回去 the nurse song the nurse song 在innocence 里面 the nurse song the nurse song 的最后一个 stanza 你知道吗 the nurse 本来是讲的 the nurse 在一个 在原野上 听到小孩子的 那个 那个 玩乐的声音 然后看到 那个 夕阳 西下 就叫那些小孩子 赶快 要回去 然后那小孩子说 不要不要 太阳还没有掉 现在就让我们一直在玩吧 我们不想要回家睡觉 天还亮着呢 那个 Nurse Nurse代表是experience Nurse到时候succumb 我说好吧 你就去玩吧 那个 进行的玩吧 那个 等到天黑的时候 我们再回家 他最后一个stanza 就是说 So where will go and play tear the light fades away and they go home to bed the little ones leap and shouted and laugh and all the hills are cool 这个 就 你可以去 就是cross-reference 回到那个 在innocence里面的 Nurse song 就是非常地 innocent innocent joy 然后下一个stanza So they're naked and white all their bags left behind 这边的 bags 这我们刚提到的 bags of suit they carry 那个 chimney sweepers 被的那个 bags 去 collect suit and all their bags and all their bags left behind they rise upon clouds and sport in the wind 就是一副那种 careless or carefree the carefree happiness and the angel told tom if he be a good boy he would have god for his father and never want joy 这边的want 是luck的意思 如果want是想要的话 从来就不会想要 joy 从来不会缺少 这个want是luck 不回过头来讲 to want is 你想要某件事情 就是你缺少某件事情 我们缺少某件事情 so if he be a good boy he would have god for his father never luck joy 这是他的梦 他透过梦境来 实现那个 他现实生活里面 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 and so time awoke and we rose in the dark and got with our bags and our brushes to work though the morning was cold time was happy and warm so if all do their duty they need not fear harm 这个 最后一个段落就是 back to reality 那个醒过来 然后回到 就开始工作 实际生活并不像梦中那样 我必须要 又回去工作 在一大早 背着那个 我的工具带 我就要去工作 在寒冷的 那个早上 然后可是最后一行 那个 speaker就说 if all do their duty they need not fear harm 这个 这句话很有趣的 但speaker是透过 the eyes of innocence 来看这件事情的 对你们而言 对我们 我们这种成人而言 我们当然觉得说 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 然后怎么可能说 你尽你本分做的事情 然后你就 不会受到伤害 不可能 可是 这个speaker 他是透过 那个innocence的眼睛 来看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相信这样的事情 他事实上并不了解 这个social injustice 他事实上自己被剥削了 可是他没有 he is he or she 这个speaker 但我们不知道是he or she he or she is not aware of he or she is being exploited 这种事实上来讲 exploitation 可是这些 innocent chimney sweepers 并不了解到 自己是被exploited 他们还是相信 说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all of us do our duty we need not fear harm 所以你可以 你发现说 这个speaker 还是在一个state of innocence 他不了解自己 是一个victim of social exploitation 那我们自己 我们身为 就是这种 in a state of experience a reader in a state of experience 比较有趣的是 我们怎么看待 他这个 这个innocent attitude 我们是吃之以鼻 说怎么可能 那个现实生活 就不是这样子 即使你尽了本分 你还是有 有可能是 人家有可能是 会害你吗 或是我们的 我们的attitude 就是说 就是因为有 他们这样的innocence 这个adult world 变得更温暖了一点 就是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innocent speaker 他的innocent attitude he sees or he or she sees the world the experienc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innocence 这样的态度 是不是让我们 我们一方面觉得 现实生活不可能 可是另一方面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 就是因为有 他们这样的innocent attitude 我们这世界 才变得更温暖一点 就是这种儿童的天真 你知道明明不可能 可是他们还相信 这样子的事情 休息一下 我讲一下 刚刚那个 是讲L-A-C-K 对啊 你们 你跟我讲L-A-C-K 你们同学来跑来问我 是不是L-A-U-C-K 不好意思 我的British English 是L-A-C-K 对啊 L-A-K 所以刚刚那首诗啊 是讲剥削啦 可是这个孩童不知道自己被剥削啦 那种儿童似的天真啊 他没意识到社会的险恶 或是社会的真实面貌是怎么样 可是他坚持的就是说 只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你知道 我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儿童似的天真 就是让你觉得很 就是很 但你会觉得他们长大之后 就不会这样子了 可是这种儿童似的天真 就很珍贵 就觉得这世界有这样的天真 就更美好了一点啦 那个 讲这儿童似的天真啊 那个 上个月在报纸读到一篇文章 就是 之前有一阵子不是寒流肠来袭吗 那是讲到一个妈妈 然后她都要去运动 去运动场运动 然后她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猫被冻 被冻死了 然后想说这小猫应该是 就是出来找食物喔 寒流来一些夜晚出来找食物 找不到食物就冻死在路上这样子 然后她想说 她就先把它放在街道旁边 就想说回来的时候呢 她再去把它捡回来 然后把它埋掉这样子 然后运动回来 就看到几个孩童啊 就围绕在那个小猫身边 就吉利姑在讲一些话 那个 有个孩童就说 啊这小猫好可怜喔 一定是那个出来找食物冻死喔 没有东西吃太冷了 然后她说还好我有妈妈喔 我妈妈有人吃给我那个温暖的毛衣喔 然后我不会受冻这样子 然后她们就想说那怎么办 该怎么处理这只小猫这样子 然后那个妈妈就走过来说 小朋友您不用担心啊 我会把它那个拿去埋掉这样子 然后那些小孩子就再三确认说 这个阿姨你真的要把它拿去埋掉 他们就跟那个阿姨要道再见 然后阿姨说不用担心啊 我会把它埋在我家的后院这样子 那里面有个小孩子就说 对把他埋在后院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呃 这小孩子那种 那种天真啊 他也相信说把他埋在后院那个猫就 死掉的猫会有个温暖的家 啊 可是你大人的眼光就觉得说 猫死掉了怎么会有个温暖的家 可是这种小孩子的天真 就觉得说很温暖 嗯 啊 这个刚那首是在innocence底下的 那小孩子被剥削 他也是有那个innocent eyes 在看待这个世界哦 其实他被剥削哦 他并不自觉自己是一个 victim of exploitation 那接下来这个 在experience的chimney sweeper就不一样了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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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 同样的是一个chimney sweeper 他就意识到自己的 那个 miserable life 然后 要去 试着去控诉啊 你知道吗 我们看一下这首诗哦 他说 a little black thing in the snow crying weep weep in nose of woe where are thy father and mother say they are both gone up to the church to pray a little black thing in the snow 这边指的当然是 这边有个典故啦 指的是 在当时代 每年都会有一个mayday procession of sweeps 在mayday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游行啦 有点像嘉年华会 知道 那这个 在这个mayday procession的时候呢 这个sweeper就在街上跳舞 然后 会 把他们 会whiten their hair with powder 那个 有泡泡 把他们的头发 就抹在他们的头发上面啦 所以 他这边的in the snow 所以他前面有这个典故的 little black thing in the snow 这snow 当然 你表面上来是你可以说是 在寒冷的冬天啦 然后 因为是chimney sweeper嘛 他去刷完烟冲之后 整身黑黑的 你知道吗 那另外一个当然指的就是 那个这个mayday procession of sweeps so crying weep weep in nose of woe so where are thy father and mother say they are both gone up to the church to pray 这个 是一个overt criticism 那批评的对象是谁 除了他们的父母之外啦 还有 这边提到的church the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家 the church of england 在当时候是禁止 也不是禁止啊 so does not welcome chimney sweepers to enter the churches 那个印度国家 那时候是并不欢迎 这些chimney sweeper 进到教堂里面 so 第一个批评对象 the church of england 第二个批评对象是他们父母啦 他们父母 ignore the suffering of their children of their child sorry ignore their child's suffering and go to the church to pray 明明他们自己小时在suffer 他们不去照顾法 还去到church去pray 这是一个irony because I was happy upon the heath and smile among the winter snow they clothed me in coats of death and taught me to sing the notes of woe 这边讲了 because I was happy upon the heath and smile among the winter snow 这边指说 the church of england 是一个speaker 他实际上在苦中坐了 try to entertain himself or herself while suffering 可是这个 他们的父母 竟然觉得说 其实他中间应该少掉一句啦 这一句是下面 那个standard才出现的 应该说 because I was happy upon the heath and smile among the winter snow they thought they have done me no injury no injury 那这个好像是在下一个standard 才出现的 不过这一行 就是他 他 那个 有那个暗示在里面 就应该会有这一行在里面 我在 实际上在苦中坐了 可是他们以为 我并没有受到伤害 so they clothed me in the clothes of death and taught me to sing the notes of woe the clothes of death 这边指的是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啦 就是跟那个coffins of black 是相同的意思哦 那个 因为这些小孩子的walking condition是很糟糕 所以他们常会 几乎啦 注定是会很早就去世哦 either得到那个chimnese cancer 或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 那个body limbs 就twisted 到后来就很早就去世了 他几乎是注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才在这边做 cloths of death and because I was happy and danced and sing they think they have done me no injury and are going to praise God and his priests and kin who make up a heaven of our misery 这边的 they 就是 the speaker's parents 同样再重复上一段 他们 事实上我在苦中作乐 可是他们以为我很快乐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并没有受到 那个伤害 他们就去了这样 praise God and his priests and kin who make up a heaven of our misery 这边有控诉的对象就有两个 除了是the church of england之外 还有kin kin代表的是the government 所以最后一段 他控诉的对象有三个 但我们已经提到他的父母 who ignore their child's suffering 第一个他们竟然去praise God and priests and kin 这个God God跟his priest 这个就是the church of england kin 这个就是the government 那这些 the church of england 跟the government 他们第一个代表宗教的力量 第一个代表政治的力量 他们应该 they are expected they are supposed to create a heaven on earth for their citizens 可是并没有 他们反而 他们事实上在the church of england 跟the government 在当时候 他们明明知道说 这些chimney sweeper the master 事实上是在exploit them 可是他 allowed them to go unpunished 他们并没有惩罚他们 就不管在道德上 或在法律上 这个God and priests the church of england 代表是morality 那那个kin the government 代表是那个law 所以在不管是morally either morally or legally the masters of chimney sweepers go unpunished 这些人明明是在mistreat mistreat chimney sweepers 可是他们的mistreatment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不管在道德上 或法律上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所以他才说 who make up a heaven of our misery 在最后一行 这个heaven of our misery 就是一个irony 因为heaven怎么会是有misery呢 heaven不是应该 就是eternal joy吗 怎么会有misery 所以这边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些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e government are supposed to create on earth a heaven for their citizens but they they are not doing so they actually allow the masters who mistreated these chimney sweepers to go unpunished both morally and legally go unpunished 所以从比较来看 你看前面一首诗 那个speaker是 是透过innocent eyes 来看 看待世界 所以他不自觉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 那个victim of social injustice victim of exploitation 可是这首诗 这个speaker就不一样 他是有很强烈的控诉在里面 他看到了injustice 然后他去控诉这些 造成他们的 造成这个injustice的人 甚至忽裂掉这个injustice的人 这两首诗有问题吗 不管是introductory poem 或这两首诗 你可以 你可以 那个 就意识到说 就是innocent 跟experience 在里面算是共存的 就是说哪个比较高 哪个比较高 或是哪个在forground 哪个在background 这样子 接下来这首诗 London这首诗 就是 你看不到的很意思 稀化 在这首诗 这首诗 在 这首诗 在experience里面 那innocent 你也没有这首诗 没有一个相对 也没有一个 counterpart 这首诗 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 非常地 dark 非常地 dark 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个伦敦 变成一个city of pain sickness and death speaker 你看 i i wander through each charter street near the charter thames does flow 这个charter 这个字 它本来的版本 是dirty 本来是 i wander through each dirty street near where the dirty thames does flow 不过后来 black把它改掉 改成charter charter这个字 课本的注解 它有一个意思是 given individual liberty 另外一个意思是 preempted as property and rented out 优先 就是购买 私人企业家 把它购买下来 可能把它撑住出去 所以这个charter 这个字 在这边的含义 就是说 streets 或是river the river thames 这本来应该是 public property 我们讲公共财 可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底下 资本主义底下 它竟然变成了 那个private property 它是被资本家给收购 连接到 甚至 the river thames 都被资本家收购 变成private property 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ownership 当ownership是掌握在 少数人手上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 大多数人是 poverty 是贫穷的 甚至 负面的含义更强烈 the charter thames the thames 本来是一个image of nature 可是它竟然被 chartered 这表示 image of nature 抗拒不了 工业 文明的 the violence 变成rotten and corrupt 那可以从这个第二行里面就可以看出 接下来就是这种事 因为我们讲一条河流 流进那个城市的心脏 的河流 代表这个城市的精神 可是这城市的精神都被 都被收购 那变成一个corrupt 或是rotten and corrupt 这speaker在街上这样游荡 I meet mark in every face Mark's a weakness Mark's a woe 所以接下来这个weakness wall 其实我们刚刚在 那个chimney sweeper 那个诗里面 有看到这个 notes of woe weakness, woe, pain, suffering sickness 这些都是 在experience里面出现的字眼 So in every cry of every man in every infant's cry of fear 这边当然就表示说 接下来就声音的印象很强烈 我就听到很多声音 这声音都不是一个愉悦的声音 都是cry 头两行 in every cry of every man in every infant's cry of fear 这代表说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are suffering in this city So in every voice in every band the mind forged manacles are here 这个这边的band 有课本上的注解 有很多层含义 那个band 它当然只是那种 what is not permitted politically and legally 在法律上 或是政治上 是不允许的嘛 准备禁止的事情 可是band 看来可以当B-A-N-N-S B-A-N-N-S呢 指的是marriage procarnation 是宣示婚姻的宣示 那个婚姻才可以结婚 所以这边的band 有两个意思 有起码有两个意思 就是 what is not permitted politically and legally 另外一个是 marriage proclamation 这两个意思 不管你可以放大来看 就是说 either in what is permitted or in what is not permitted people are suffering because they are not free in this corrupt city 不管是在被禁止的事情 或是在被不允许的事情 不管在允许的事情 或不允许的事情上面 他们都不enjoy themselves 因为他们不free 这个不free的意象 是表现在最后一行 就是the mind forged manacles i hear 这个mind forged manacles 这怎么解释 这由心所锻造而成的 manacles 的枷锁 这个要怎么解释 这个 这个是说 就是我们讲mental prisons 可是这mental prisons 所以这个社会造成这个人民 这些人民 create their own mental prisons 这个不自由的社会 那造成心灵上的不自由 一个被公业我民 所充斥的社会 造成我们人们的心灵的不自由 所以这个mind forged manacles 就是说 referes to the creation of mental prisons 这个speaker听到这些crying 各式各样的crying 不管是adults或是children 不管在被允许的事情上面 或是不允许的事情上面 那个各式各样的voices 这些voices都代表的是一个 那个 不自由的声音 就心灵上不自由 接下来说 how the chimney sweepers cry every blackening church oppose 这个动词是appose how the chimney sweepers cry oppose every blackening church blank sorry blackening 指的就是corrupt 这个church 但有一样 通常会指到 the church of england 这是宗教 religious power the church of england who is the church does not care about the poor chimney sweepers or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 the poor walking condition of chimney sweepers and hapless soldier's side runs in blood when down palace walls the hapless the hapless 就是unfortunate 这边一个 实际上是蛮超现实的意象 他说 the soldier's side runs in blood down palace walls 那个士兵的叹息 竟然会变成是邪 run in blood run in blood down palace walls 这边的palace 指的是 那个 buckingham palace 那个 白金汉公 那这个 buckingham palace 指的当然就是 那个 the government 这边是透过一个 为什么使用这种 超现实的意象 就是士兵的叹息 竟然变成墙上的邪 这边大概指 那个 在控诉这个government 这government呢 does not care about the lives of soldiers they send to walls 那个刚才我们则把士兵 送去打仗 为了自己的野心 那个扩张自己的权力 把士兵 送去外面打仗 可是并不关心他们的死活 他只为了满足自己的 那个political ambitions 所以一样的 就回到刚刚我们在 chimney sweep 那个不管是 那个church of england 或是the government 都并没有扮演好 他们的角色 那个 他们应该要在 那个 在人世间创造一个 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可是并没有 but most through midnight streets I hear how the youthful hollard's curse blast the newborn infant's tear and blies with plaques the marriage hurts 这个standard 他就提到那个 就生跟死 这个状况 那个useful hollard's curse blast blast跟blight 跟blight 这两个字的意思 是几乎是一样 就是to ruin to destroy 那这个为什么 useful hollard's curse 会destroy the newborn infant's tear 那为什么 hollard's要 curse 这边呢 我们本来讲 新生儿啊 那个新生儿的出生 我们出生的喜悦 本来应该是喜悦的 可是对于这个hollard's而言 这个新生儿 新生儿的出生 对他而言 并不 就一点都不喜悦 为什么 因为但表示新生儿的出生 就表示怎样 他没有办法去工作 没办法赚钱 那第二个 他这边在提到的 blast newborn infant's tear 这边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说 他这个 好像课本是有提到的 另外一层含义就是 代表的是一个 prenatal blindness 是还没出生之前 就已经失明了 这表示说这个hollard 他有VD 不是STD 就是venereal disease 就是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有性病 这性病 让他的那个婴儿 在还没出生之前 就已经失明了 那这个 从来也可以看到 那个VD 的含义 就是在做一行 那个plug p-l-a-g-u 那个plug plug在这边 plug本来是讲黑石病 瘟疫 不过这边 指的就是那个 hollard的VD Venereal disease 那这个Venereal disease Blies the marriage Hers 这Marriage Hers 那Marriage怎么会有Hers 婚姻的结婚怎么跟Hers 连在一起 Hers是邻车 只有上里才会有邻车 那Marriage怎么会有邻车 所以这边它指的是说 Hollard VD 把婚姻 把喜事变成伤识 把里车变成邻车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连出生 新生儿的喜悦都没有 这首诗 你可以从一开始到结束 这四个Stanza 是充满了 Pain Sickness Death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去结尾 本来是新生儿 本来是出生的喜悦 结果不是 出生 其实已经隐含了 这个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不健康 就是相对 这么不健康的状态 就是一种死亡 那这首诗啊 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说 我们之前在讲 浪漫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反映到他们对城市的厌恶 这首诗就可以反映出 它当然没有直接点出说 自然就跟Joy 或是Innocence有关系 可是你在这首诗里面 可以看到的是说 因为城市的生活 这个Urbanization 就是一个罪恶的元素 它造成各式各样的 Suffering 不管是Mental 或是Physical Suffering 那在这样的呈现底下 你就可以隐含的是说 Black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那尤其说大自然 你就再把它放到 譬如说Innocence The Song of Innocence底下的 譬如说Nestos来看 可以发现说 在那样的大自然底下 呈现的是一片祥和 在这样的城市氛围底下 呈现的确是阴暗 痛苦 受难的整个氛围 所以它虽然没有直接在讲 比如说没有直接点出来 Relation of Nature to Joy 可是陀佛这首诗对于城市生活 的那种黑暗的呈现 你可以隐约的感觉到 它对自然 自然对它的眼 当然就不是这样子的状况 这首诗啊 我们下礼拜会念到沃尔斯沃尔斯 沃尔斯沃尔斯 它更热爱自然 更胜于其他的拉曼斯人 它是The Point of Nature 它有一首诗是在描写论论的 非常不一样的表现方式 可以拿来做比较 跟下礼拜要讲的 那个 沃尔斯沃尔斯的诗 下礼拜我们要讲 最后两首 那个Lies Compose a Few Miles About Tinton Abbey 跟Odd Intermational Mortality 这两首是非常长的 应该是不会有时间讲到 那其他 Michael那首诗也蛮长的 我个人蛮喜欢Michael这首诗 它是一个Narrative Point 一个叙事诗 那里面也在呈现一个 年轻人一个在 那个乡间的年轻人 如何到 被迫到伦敦这个城市之后 变得堕落 念起来非常难过的一首诗 所以后面那两首 有时间在念 今天的有其他问题吗 其实有很多 很多我诗没办法讲到 你可以要自己去念 不过秉持一个观念 就是对Blake而言 除了少数集有 像London这首诗之外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innocence 之外呢 大部分的诗都呈现一个 dualism的状态 就缺一不可 我会讲得太快 不会啦 那下礼拜见 那下礼拜见